不管你相不相信,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上小学时候的小学校, 我的小学是在农村上的, 只要是学校一定会有许多传门, 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都会有灵异的故事。 当然,我的这个学校也不例外, 学校有一个打惊的老头,姓李, 别人都管他叫老李, 他应该很老很老了吧, 晚上只有他自己在学校里住, 他的胆子一定是很大的。 这一天晚上,老李准备睡觉的时候, 突然间听见, 灯灯灯,灯灯灯, 一种像跑步的声音, 很是奇怪, 这个学校除了他, 应该也没有别人了, 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? 想着想着, 老李披上了外衣, 拿着手电就出了门了, 用手电一晃, 什么也没有啊, 声音也没了, 老李带着疑问进到了屋里, 当老李又重新躺下睡觉的时候, 那跑步声又响了起来, 老李就有点生气了, 老李的心想, 这是谁呀, 谁在恶作剧吗? 他又披上了衣服, 拿起了手电筒出去了, 其实外面的月亮很大, 不用手电也能看清楚, 但是老李顺手就拿起了手电, 继续用手电一晃, 还是什么都没用, 老李又生气的进屋了, 刚躺下, 登登登, 登登登的跑步声又响了起来, 这次老李没有拿手电, 也没有披外衣, 直接就出去了, 走到门口, 老李就一下子僵直了身体, 不敢动了, 老李当时吓坏了, 因为他看见, 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, 有一个穿着浑纱的女人, 一直在那里跑, 老李又揉了揉眼睛, 仔细一看, 哪个女的在那里原地踏步跑, 鲜红的血液顺着那浑纱就流了下来, 在这漆黑的夜里, 触摸惊心, 这时, 那个女人突然回过了头, 面部全都是血, 也看不清他本来长着什么样子, 能够看出来他穿的是新娘装, 虽然说面部看不清楚, 但是老李就是觉得, 这个女人对他笑了一下, 很是鬼, 第二天, 老李死了, 村里的人议论纷纷, 张三说, 哎呀, 那老李死的很是诡异呀, 双眼暴睁, 像是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事情, 而且, 他的心没了, 可不是这么的, 你说, 他会不会遇见不干净的东西了, 哎呀, 昨天老刘家的新娘, 不是出了车祸, 撞死了吗, 老刘家, 也太不讲究了, 一看这新娘死了, 连那婚纱都没脱, 直接就给埋在了学校后面的, 那个小山坡上了, 这些人在这里叽叽喳喳, 在一个阴暗的地方, 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, 老李突然微笑了一下, 好了,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, 鬼新娘。